仙徒漫长 东华帝君在没遇到秦秋风九之前 每一天钓鱼 读佛经 不过是为了消遣漫长的时光 如今帝君觉得时光匆匆 小白五万岁 孩子们也长高了 重要的是自己年纪也长了 手上拿着棋子 却看着滚滚和心女愣神 连送撇嘴笑道 青梅竹马就是这样 你嫉妒也没用 帝君你说小白 他小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可爱 滚滚在帮心女修改课业 心女看着课 却听到了自己爹爹和东华爹爹的对话 感觉自己像是受到什么力量的驱使 法阵从心中伸出 竟然觉得时光错乱 像是跌入了光河之中 手随心动 淫灰耀母 光波索迎之处 帝君 严颂 滚滚瞬间被卷入光河之中 心女像滚滚伸出手 心女 秋千架上的陈玉大喊了一声 眼见光波索过之处 几个人瞬间没了踪迹 凤九 东华只有临时起义带他们出门了 成玉看着凤九许久 那是回溯时光的引波 心女她 她像是拥有了回溯时光之力 刚才那是法阵 凤九有些不太明白 看向成玉 你不是说 从回来就失去了回溯时光的法力 那心女是如何学的的 她那么小怎么就能回溯时光 是东华 东华带他们出去玩了吧 成玉 心女之前做过玉之梦 她该是出生就继承了我的能力 回溯时光也不用我叫 她出生即拥有 刚才的光波低弱 他们应该不会回溯太久 可她为什么突然做出法阵呢 两个人面面相去 意识呆住 此时 滚滚和心女站在太成功的大门外 滚滚看向心女 奇怪 发生了什么 我们 心女看了一眼太成功的大门 又围着宫门转了一圈 很冷静地道 哥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做了回溯时光的法阵 我们不再太成功了 不再我们出生那个年代的太成功了 滚滚有些发猛 她知道主题神有回溯时光的能力 心里也可能有 可这太突然了 抬头看了眼太成功的大门 却是不一样的 之前宫门小燕叔叔给修过 还挂了娘亲和父亲打造的童心结 此时宫内竟悄悄的 整个一十三天就像没有人居住一样一片沉寂 滚滚知道心女人小 却一向沉稳 定然不会乱说话 可这回溯时光她还是不确信 她看了眼心女拉了她的手 我们回去便知道了 两个人刚想进宫 隐身的仙伯就出现在面前 看着滚滚的一头银发也愣住了 滚滚看着仙伯的确不是之前的 也盯着她看 仙伯看了会开口道 你们是哪个宫里的小孩 去别楚湾 这里是太成功不能进 心女 东华爹爹在里面嘛 两个仙伯互相看了一眼 在 是在的 怎么了 滚滚和心女听见崇林说话回过头 崇林看见滚滚的一头银发和样貌手里 拿的东西差点掉地上 愣住了片刻后 问她 你找谁 滚滚看了眼心女又看向仲林 此时 她确信这已经不是之前的太成功了 找我爹爹东华帝君 她的一声响 崇林手上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可她必定是帝君最信任的仙官 低头时启动 对手们的仙伯父母道 一字不许外传 回身队滚滚和心女道 跟我进来吧 崇林手上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可她必定是帝君最信任的仙官 低头时启动 对手们的仙伯父母道 一字不许外传 回身队滚滚和心女道 跟我进来吧 心里和滚滚跟这众临近了宫门 两个孩子进来后 积极向院中看过去 秋千没有了 娘亲和陈玉也不在 弟弟妹妹的白泽兽也不在莲池变 滚滚向菩提树下看过去 帝君和莲颂正在下棋 或是听见说话声 帝君也看了过来 帝君和滚滚眼神对上的那一刻 手举其子顿在半空 脸色平静如水 可眼里全是一问 看着一个鹰发 脸色深沉的小孩向自己走了过来 父君滚滚喊得有些迟疑 可声音却清晰地传进了帝君的耳朵里 他手里的绿子掉在了棋牌上 传出清脆的响声 这个孩子长得倒像自己 看见棋子掉落 眼里闪过一丝失落 目光却十分坚定地看向他又问了句 父君没事吧 帝君有些混乱 就听对面的小姑娘问了句 东华爹爹 您不记得我们吗 帝君你们是谁 一边的连颂被滚滚的那声 父君 今的半天缓不过神 刚开始以为哪里的小孩子调皮 可越看滚滚和帝君越像 就连那冷冰冰的神态都十分相似 连颂脑子很灵光地觉得 帝君一定有隐藏的红尘室 嘴角挂了笑容 刚想开口问话 就见小姑娘走上前来 拉自己的手 爹爹 您也不记得吗 连颂茶杯掉在了地上 人晃了下 差点从石灯上摔了下去 半天指着帝君揭拔道 他不是你爹吗 滚滚看着帝君和连颂的表情 问道 这是哪一年 父君 帝君多大年纪了 崇林报上年号 又到帝君33万岁 滚滚看了一眼新女 把她拉到一边 这个年代 我娘亲刚出生 他们还没娶妻 新女 我回想了下 法正开启时 是把东华爹爹和我爹卷了进来 滚滚想起了范英谷的阿兰若之梦 脱口而出 他们取代了这个年代的父君 没有了和我们在一起时的记忆 那我们是 滚滚看了帝君一眼道 这个时代还没有我们 所以我们有记忆 新女 那我们要认吗 他们凭空多出个孩子 怎么才能叫爹爹相信呢 滚滚想了会道 得认 要一起回去 我们血脉相连 会感应道的 他拉了新女的手 又返回到帝君和连颂的身边 拉上帝君的手冷静得道 这件事需要时间解释 但你的确是我的父君 新女的确是连颂叔叔的女儿 滚滚拉低君手的那一瞬间 她竟然不排斥 这个孩子和自己有肌肤接触 也能感受到这个孩子的气息和自己一样 缓呼了声音问道 你叫什么 你娘是谁 滚滚刚想回答 连颂看着新女道 我是你爹 那和谁生的 我娘是陈玉阿 新女本想说祖提神 想了下 她巨大的信息量吓到她爹 没敢说 连颂一听是陈玉 直接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我也就听过她几次 看了眼滚滚又道 那你娘又是谁 滚滚看了眼帝君 我娘是青秋白纸帝君的孙女白凤九 连颂 白纸帝君只有一个女儿白浅 哪里有孙女 滚滚 我娘这时候应该出生不久 连颂看着帝君和滚滚 东华你 你 他娘刚出生 你都三十三万岁了 看了一眼中灵道 给我梦玩酒 这一定是幻觉 帝君看了眼冲灵 他住着眉头离开 到了宫门口 又不放心地喊了刚才的仙博 在三叮嘱后 才出了门 帝君在几个人说话时 仔细地观察两个孩子 确定他们说的话不假 可时间对不上 或许只有一个可能 帝君沉思了会 看向滚滚和新女 你们认识祖提神 滚滚和新女点了下头 连宋听到祖提神愣住 他为了成语 追查了许久祖提神的下落 不曾想 两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孩子 却认识祖提神 帝君起身 你们跟我来 滚滚和新女跟着帝君 向书房走 连宋觉得头重脚轻 自己怎么凭空就多出了个女儿 怎么说她都觉得是做梦 新女上前拉了她的手 被一双温暖的小手紧紧握着 连宋倒震惊了许多 不由地多看了几眼新女 倒是发现她的眉眼都很像成语 进了书房 帝君看了滚滚和新女很久 才缓身道 慢慢说 几万年里发生的事 滚滚和新女互相配合着 说了几个时辰 才把重要的事情说了一 听完了两个孩子的话 帝君只好奇白凤酒 是个什么样的女子 才能轿子挤入了红尘 连宋彻底懵了 她千辛万苦 弄上天蓝的成语就是祖提神 而且她还是祖提的命定夫君 缓了许久才静下来 问新女 所以你拥有了祖提的回溯时光 是 爹爹给我取的名字 悉旧时光 我是光神的女儿 弟弟熙灰 和爹爹一样出生在汇药海底 啥 我还有个儿子 连宋忽然间高兴起来 看向帝君 激动地道 东华我儿女双全 滚滚 我还有个妹妹和一对龙凤胎的弟弟妹妹 帝君看了一眼连宋 那就是说我有四个孩子 是的 连宋对帝君怀笑道 你都那么大岁数了 居然还生了四个 祖提就比我小一岁 也那么大岁数了 连宋 你 这时候 崇林回来了 看了两个孩子一眼 颇是凝重的道 白纸帝君的儿子白亿 是新天了女儿 刚刚周岁 父君 我们要去抱抱娘亲吗 帝君悠悠地道 白纸是只老狐狸 所以你娘亲 九尾红狐 八荒唯一的九尾红狐 帝君 哦 哦 是什么意思 父君难道嫌弃九九是狐狸吗 不是你天天说他是你的小可爱吗 连宋扇子他的一声吊在了地上 看着滚滚 你确定这是帝君 你爹说的话 心里道 哥哥没说错啊 东华爹爹 几乎每天都对九九娘说 小八就是小可爱 八荒最美的小可爱 连宋觉得 要么是几万年后的帝君疯了 要么是被人下了失魂数 帝君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站一边的众林从见到滚滚起 就觉得太成功的金玉要受损 如今听了 觉得果真是那样 那几万年后的自己会不会撞墙啊 滚滚看着还一言不发的帝君 小脸成了像冰块一样 又道 夫君说过 如果早知道九九是自己的夫人 从小就会把他带在身边 帝君此时并没有听滚滚说了什么 看着滚滚 心思却飘了很远 他在想 自己几十万年无欲无求 如何能娶了白纸仅有三万岁的孙女 眼前这个孩子的真身 是一只九尾小银狐 他娘亲是指狐狸肯定没错 帝君的好奇心被点燃 我要去趟青秋 丛林看了眼外面的夜色 深夜去马 那就明日吧 滚滚和新女跟这种灵趣休息 连宋急着去见陈玉也离开了 帝君漫不经心地转着茶盏 看着四散的热气发呆 墨渊 少晚 主题都回来了 自己居然还有了四个孩子 看来这四海八荒 也不是什么都一成不变 许久后 帝君起身到了滚滚的寝殿 滚滚今日用脑过度 睡得很沉 帝君给他盖好云被 静静地看着一张俊美的小脸 手轻轻地揉上他的一头银发 觉得今日 自己是喜多过精 他很开心有这么一个儿子 想起刚才滚滚说的小可爱 嘴角和眼底都有了笑意 那该是多可爱的一个女子 才能叫自己这样说 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到顺势期待明日的青秋之行 但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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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经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